我們看這一題 它說長度L 質量小硬 總質量是小硬 的均勻繩子 其四分之五的長度 沒有,五分之四 五分之四長度至於一個沒有摩擦的水平面上 另外五分之一 則行掉 掉以桌邊下垂 將此繩子全部等數 全部等數就是動能沒有變化 拉回桌面上 那所需做的工 它 就是說外力 對這系統做的工 它動能沒有變 所以做的工等於它未能的增加量 那就是說 它的做的工 等於什麼呢 等於它未能的增加量 我就是說 這個是 墨衛能 減掉的粗衛能 那這個衛能怎麼算 我們以這裡當基準 我定這裡的衛能 也是等於0 那一開始的話 一開始的話 這個系統 衛能等於多少 這一段的衛能等於0 那這一段的衛能 是等於這一段的執行衛能 也就是說 Ui 一開始的衛能等於 等於是m m的話 是只有這個 這個是五分之一 全部是五分之一 五分之一 M Z H H是負的 因為從這裡往下算 往下算 因為這一段五分之一 它執行在中點的地方 就是負的多少 10分之一 L 就MGH 好 那這個呢 墨衛能 因為它全部 拉到這個水平面上 拉到桌面上的話 我定桌面的衛能等於0 所以這等於0 好 那這樣就做出來 所以這等於多少 這等於0 減掉多少呢 MGH 五分之一 這是M Z 哦 這50 哦 這個是等於多少呢 等於負的多少 50分之 MZ MZ 所以這等於50分之一MZ 所以這一題 答案的話呢 應該選D 50分之一MZ 50分之一MZ 是 工程 寶貝 超值操作